用世界改变世界 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今天要带您前往马来西亚 认识这两位环保志工 一位是邱文良 他是将钓鱼当成是人生的最大嗜好 另外一位谭伟林 因为长期洗肾脾气变得很不好 而他们不悦而同 在生命的转弯处 与大爱台相遇了 而这个相遇也让他们的人生有了转变 环保志工邱文良 关怀行动不变的钟石发已经多年 这一天他别出心裁 为钟石发筹办一场剪彩活动 不过剪的对象竟然是电视机 两点多还是一点多才装好 多看师傅一下咯 看他奖金咯 师傅师兄他是脚已经洗掉了 然后是不方便出去咯 他走不出我们就进来这样啦 把爱送进来也把清流推出去 因为邱文良自己就是收看大爱台 才一举戒除他的钓鱼人生 他说刚好是那个缅甸大风灾 还有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就是看到商人开市 他说不要杀生啦这样咯 听到那一刻我就是马上不去钓鱼 改变就在一个契机 媒介清流也冲淡了环保志工 谭维林的坏脾气 以前脾气是相当的暴躁 从接触大爱台啊 看到商人开市啊 讲经思语啊 就慢慢慢慢的学习 脾气就变得慢慢的很好很好 生命转弯处总有不同风景 而他们却在大爱清流 同时驻足欣赏 因为真善美已经打开他们的心 心宽不伤人 面唇不伤体 心开运转夫就来咯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榜 欢迎订阅